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次我们会继续讲 Reflexive Pronouns 反射代名词 上一套短片,我们在Part1 介绍了 Reflexive Pronouns 是怎样形成的 如果未看的,我强烈建议大家 先看那一套 否则直接看这一套,除非你已经识了 否则就会看看 可能发生什么事 这一套我们主要是做练习 这一篇文章 是Daisy写给他的朋友 Timothy 里面有很多错处 总共有13个错误 主要是关于Reflexive Pronouns 的用途 希望大家能够找他出来 圈起他,写下正确的答案 比如我做了第一个 I told me 我告诉自己 我和subject 主体受体同一个人的时间 不应用me,应用myself 所以这是错的 这一篇文章 其实后面还有一道 总共有13个 先找了这一部分 接着我们再播放下一部分 再找下一个 这里是第一部分 试试找这一段情况 究竟有什么错处 试试 时间是需要的 所以按停短片 做完之后 就继续播放 看看答案 试试吧 这边有五个 I told myself 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music exam next month 多谢你下个月考试 Have faith in yourself 对自己的信心 即是你对自己的信心 所以怎么样 你和自己 所以是什么 yourself 和主体受体一样 you just need to tell yourself 不是you 因为你要告诉自己 你是可以的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 主体 subject 和受体 object 同一个人 so yourself Today we have an interesting guest speaker at school 即是今天有个很有趣的 主讲者来学校讲话 who introduce herself 她自己介绍自己做Rose 她自己介绍自己做什么 herself 不是hurt she said 他自己是一个青年的社工 去帮那些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是什么 who harm 这些年轻人是 伤害他自己 themselves 不是them we just 用吸毒 来伤害自己 themselves 所以看到这些地方 就错了 继续下去 封信未完 继续下去 五日头看看 找不找到其他答案 总共有十三个 刚才那里做了五个 应该还有八个 试一试 ok 那我们这里有一堆答案 那我们这里有九个 我全圈好在这里 给大家 那就看回 相对答案也在这一边 有几个特别一点的 就是这个 Look after yourself 本来这个就是你要照顾好自己 主体受体是一样的 为什麽错呢 因为讲者和一班学生 在讲演讲 他在讲的yourself 是什麽 麻烦你们学生们 所以这个是什么 yourself 是重数 所以记住 这个变成 虽然他用对了 是reflexive pronoun 但他用的重数 单数错了 接着呢 信给他有一句 take care of yourself 这一句是他看回 他原本这一句 看下来的 但这次呢 是他I pick up one 就是他自己 得到这个得着 和自己说回 这样的时间 这个呢 就用yourself 因为呢 他是自己和自己说的 I take care of myself 所以即是说 I take care of yourself 这一句呢 是变成单数了 行不行 所以记住 基本上 you这个字 比较特别 因为them v 那些很明显 一定是yourself you呢 又可以是单数 可以是双数 我们要留意 实际上当一句话 发生的时间呢 主体是单还是双数 如果是单数的 就yourself 如果是中数的 就是yourself 行不行 OK OK 这里有一篇文 那也是呢 我们需要在这些位置呢 填一些正确的reflexive pronouns 这里也是 那试试看看 能不能做到 那题目里面 也会看到 是哪个做事 做了动作的人 那所以 由那里开始 就显生到 那个受体出来的了 那个object 或者object 那就可以找到 reflexive pronouns 那就要找些时间 那试试 按停短片 做完之后 我们继续讲下去 OK 1 2 3 4 4 7 6 9 9 一直都在 由自己到自己 第五更特別 我們寫 themselves each other Explain them on conserving water 即是教他們 How to make kids environmental family 怎麽令到小朋友可以環保 告訴他們怎樣用少些水 Describe them how water itself 這個強調是水的動作 當強調自己的時間 Water itself is necessary to the environment and show them different ways Family members can help 如果Family members can help 如果Family只有兩個人 就是自己 如果Family多於兩個三個人 我們就用 each other 這是第一個我們介紹過 因爲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Family是有多少人 有些Family可能兩個 或者三個人以上 所以我們就用 themself and each other 都可以 這是特別一點 其他應該沒有大問題 OK 有時候我們會有些 Different pronouns to fill 我們要judge一下 幾時 這些格子裏面 應該是用pronouns 還是反射的reflexive pronouns 記住 當那句話 主詞和授詞是同一個人的時間 就有什麼reflexive pronouns 如果不是 A做動作 B手 就不行了 看看這裏 十三條 究竟應該用什麼 的pronouns 放進去 比較適合 試一試 需要時間的話 按停短片 做完之後 就繼續播放 看看答案對不對 我們詳細講一講 因為這條比較多些 Ella often lands me her textbook Ella經常借她的書給我的 So kind 她這麼仁慈 這個名字是她的主題 講Ella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還是she 沒有其他選擇 因為她是一個句子的主題 I hope my brother can land me 我希望我爸爸我哥哥可以借 借什麼 她的computer給我 這裡來講是借她的computer給我 所以其實 借和收那個人是不同的 所以his computer I need it for tomorrow's presentation 我明天要用來做這個演講 Selda looked very happy at the art party Selda好像很開心 在art party裡 She was really enjoying 她怎樣 很Enjoy 她自己 所以這個就是reflexive pronouns Ted is sick at home alone Ted就病了 來家自己 I hope he can take care of 我希望他能夠照顧到 照顧誰 他病了 照顧自己 自己照顧自己 he he 所以這個reflexive pronouns John is the most popular boy at school John是全校最受歡迎的男生 Everyone likes 個個都喜歡他 受歡迎 別人喜歡他 主受不同人 所以就是him 就不是him him Amy and Jesse Amy和Jesse Amy和Jesse 是trins來的 是雙胞胎 smile look exactly 他們笑得很像樣 他們笑 那怎樣 就是他們的微笑 they smile 或者they smile 都可以 they smile 就沒有s 這個名詞 所以他們的smile 如果沒有s smile 他們的努力 就得到成果 they are so proud 他們覺得自己很自豪 誰對誰自豪 自己對自己自豪 所以他們自豪 對自己自豪 我覺得很難問 他們是to me 對我來說很難問 所以我不喜歡 這句我 一句主體 矮 就沒有選擇 矮 就不會是其他東西 RELAX RELAX 我自己把自己的努力 我把自己的努力 我把自己的努力 做錯了之後 我打誰 既然自己做錯 我打自己 I pinch myself 主體 受體同一個人 My sister loves 怎樣 她喜歡 New dress 她那件新裙 她喜歡這條裙 不是喜歡自己 所以她的裙 就是她的新裙 行不行 OK She is pushing Tell her to take a rest 她叫她休息一下 她說她不要拼得這麼盡 誰拼得這麼盡 她自己push 她自己去到很盡 就是推自己去到盡頭 為什麼 她就推自己 she herself 這句 pushing herself to heart 這句是經常用的英文方法 自己 逼到自己去埋場角 就是這個意思 Look at this beautiful house 看看這間漂亮的家 我自己建的 I build myself 我自己 這句呢 Build 後面 It is just object 但我會說什麼 是強調我自己一個人 搞定 I myself 來強調是我自己 起的 這是在我們第一部影片介紹過的用法 強調自己做好這件事 行不行 OK 這句子裡面 就漏了那個reflexive pronoun 我們應該加一個這樣的得好 接著就寫一個正確的 第一條做了 As our new student 你是我們最新的同學 Could you introduce to the class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自己介紹自己 所以就是有個reflexive pronou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是吧 You yourself 這裡有21句 又試一試 做 需要時間 就按停短編 OK 答案在這裏 有些我不需要說 有些特別一點 我會說一說 例如這句 Judy Help yourself to some food 這句是經常說的 如果你用英文文法 或者英文對話 這句很有用 Help yourself 即是 Judy 自己找些東西吃 Help yourself 即是 你自己去 我不招呼你了 你自己搞定 所以 你自己要搞定 所以 Help yourself 這句經常都會用 叫別人 不要客氣 自己搞定 Help yourself to some 這句經常會用 Donna isn't living with anyone Donna不跟別人住 她自己一個人住 She lives all by herself 她自己住 記得嗎 在第一套短片 我們介紹過 當我說by 什麼時間 即是說 Alone 一個人 這個也是一個特別的用法 其他那些 就不要特別 是很正常的reflexive pronoun 也不需要特別介紹 應該掌握到 有些練習 這個 An 和Dan 對話 對話的時間 就漏了一些 又是 pronouns 可能是pronouns 可能是反射reflexive pronoun 不一定的 看看上文 看看填這些 做得對不對 需要時間的話 就按停短片 做完之後 繼續播放 試一試 好 好了 我把答案都放在這裡 也不是特別多奇怪的東西 不過現在 我圈回這個 by myself 為何 完全是 她自己搞定的 比如這個 herself make the cake carry make the cake herself 即是很強調 她自己一個人搞定的 這些用法 也是在第一套短片裡 也介紹過的 看回答案 看看自己做得不對 不對的話 再調整一下 看看為什麼不對 應該可以掌握到 OK 最後一些練習 今天 試一試 也是填一些 正確的 reflexive pronoun 在不同的位置上 待會有這個答案 開了 做完之後 我打開答案給大家看看 對對自己做得不對 試一試做 需要的時間 再按停短片 OK 答案 答案在這裡 第七 one and another 看看這個 Therefore Mr.Wong and his colleagues often encourage maintain a good attitude towards the job 即是說黃先生和他的同事 經常鼓勵他自己 我們要正面去面對工作 Mr.Wong和他的同事 一群人互相鼓勵 這個時間 又是以前我們所謂的 唯偶式的 你又幫我又幫你 我又幫你又幫你的時間 我們就用one and another 如果Mr.Wong和另一個人 互相鼓勵 就怎樣 就是each other 但是我們多過兩個人 所以我們用one and another 這樣 不記得的 看回第一部短片 OK 希望大家 做完這些練習之後 就對這個 reflexive pronoun 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本身來說不是困難的 最重要的是 主體和受體是同一個人的時間 subject object 同一個人 就可以在object的位置 用reflexive pronoun 如果不同人的時間 就不是用了 就用普通的pronoun OK 可以嗎? 希望大家掌握 拜拜